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隐隐约约地听到外面的喊沙声 具体是什么情况我已经顾不上了 此刻这片小天地安静了下来 我的眼中也只剩下了正在不断倒飞出去的情谊 最后在我的视线追随之下 它如断线风筝一般 飘荡许久之后终于在风亭的刹那落地了 然后它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死了吗 我轻轻自语了一句 看轻衣一动不动犹豫了一下 就准备过去看看情况 现在它的情况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一口气 汗刀绝连出四刀 我压箱底的东西可以说是一股脑袋 全部拿出来了 若是轻衣不死的话 那我可真的是有些前驴祭球 谁知道 我这边刚刚支撑着摆臂刀踏出一步 轻衣那头就立马有了动静 它握着雀鞋剑手动了动 以至于那雀鞋剑手抬起之后又落在地上 发出叮当一声脆响 这一动 轻衣算彻底醒了 渐渐从地上坐起 慢吞吞地支撑雀鞋剑一点点站起 动作缓慢 看上去一场艰难 同时口中也不停喘着粗气 很显然放在那一站激烈的碰撞中 轻衣也是受创不清 有点意思了 轻衣大吼喘息着 在这个过程中 你竟撩起眼皮子在看我 嘴角勾起了一条阴森森的弧度 轻轻冷笑了起来 真是没想到 你还有这样的爆发力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看来当初他们和我说的 你是我的宿命敌人 这话真是没错的 认识你以后 借着你的坎坷命运 磨砺了我自己 翻脸之后 我的道行更是一日千里地在进步 原以为早就已经将你 远远甩在后面了 这次见面 可以轻易地揉捏你 不成想 你竟然还留如此可怕的手段 倒是我轻敌了 不过 放心 接下来 就不会了 说实话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轻易如此神态 在她的眉宇之中 我看到了丝丝缕缕的力气 没错 就是力气 这个发现倒让我不禁笑了起来 轻易啊 轻易 原来你也是个人 世人就有七情六欲 到头来 你自己已经是心魔丛生 力气外放了 你自己却还没有察觉 我有心魔 我的仇恨 我的人生坎坷不平 我的妻离子散 这些命运给我的东西 全都是我的心魔 甚至我曾经一度被心魔吞噬 在经历龙虎山的巨变之后 一度尸杀成性 手下冤魂不知道有多少 可是至少我敢面对自己 敢把自己的心中那些鲜血淋漓的伤口 显露出来给别人看 我敢正视一切 于是我手握一念之间 一面佛一面魔 心绪渐渐平静了下来 至少可以控制我自己 可是轻易 他现在根本不敢面对自己的心魔 甚至他都不肯承认自己也有戾气 也有魔性的一面 大概在他看来 自己代表着正义这一条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一个代表着正义的人身上 怎么可能会有戾气 会有魔性呢 甚至他都不敢回头看看他身后那条魔影的力量 属性本来就有失平衡 他这个道家人 在追寻力量的路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偏执狂 却是丝毫不自查 他现在做遮掩 不肯承认的这一切 在我看来到最后真的会变成洪水猛兽 让他万劫不服 天不忘他 他自忘 在我看来 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不过此时轻衣明显还能控制住他身上那魔性的一面 那力气也仅仅是一闪而顾 很快就消失了 接着他闭上自己的眼睛 这一刹那 他整个人彻彻底底地安静了下来 这个安静说的并不仅仅是声音 并不是说他不说话 而是一种内在的东西 使他的精神安静了下来 站在那里 犹如一块磐石 一动不动 身上的衣衫却是无风自动哗啦的作响 接着 轻衣缓缓端平手中雀鞋剑 他整个人身上气心也就更加平衡 然后他左脚伸出 在地上轻轻画下一个半圆 然后右脚向后伸出 在身后画下另外一个半圆 之后手中雀鞋剑猛然落下 呲啦一下 斩过这个圆将之一分为二 一个太极图赫然就出现在地上 更加神奇的是 那太极图里面的音语和洋语 在这时候竟然游动了起来 太极图更是发出柔和的白光 这白光落在轻衣的身上 让他整个人都披上一层下光 整个人都散发出一种神性的力量 恍如一位神灵提剑奥利在那里 然后轻衣脚踩太极图 竟然在上面鼓起了剑 这一套剑法可不是什么寻常剑法 动作非常的缓慢 可身体却非常的柔 每一个动作都是玄傲无比 与天地大道的智力相吻合 不过我却看着眼熟 因为总觉得这套剑法里面有些动作 和公园里面老头老太太舞的那太极剑有些相似 渐渐的我也明白了 轻衣舞的这就是太极剑 而且是真正的太极剑 它本就是道门之人 虽说不是太极剑发源地全真道的人 而是正一道的 可这没有太大区别 因为道家本来就是信仰阴阳之说 那是天地大纲围着世界上最大的阵力 太极剑就是因此而诞生的 本就是结合了阴阳之理而形成的一套剑法 轻衣研究阴阳之术 最后能驾驭太极剑也是正常的 相对而言 那些公园早晨的老头老太太们所练的太极剑 早已经因为过于大众化 最后在相互交受的时候失去了本意 太极乃是天地之态 唯有上感天心下感大地 悟透了阴阳之术 最终在手中之结合 那才是真正的太极剑 试问当今这天下万丈红尘中 又有几人能做到这一点呢 所以寻常太极剑是没有那种玄珍又玄的感觉也是正常的 果不其然 青衣那边一边舞剑 一边口中已经是轻轻地吟诵 大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 在六极之下而不为神 先天地而不为九 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如此 我还能不明白青衣这一手剑法到底是什么吗 这时候我才真的感受到了威胁 青衣这一手剑法明显可以引动天道之力 用来对付我 我根本就无法对抗 汉刀绝四十一斤 仍旧不能诛杀青衣 此时青衣拿出了压箱底的绝技 再顾起重施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难道就这么瘦手了吗 这可不是我的作风 第五事 这个想法毫无征兆就冒了出来 可是汉刀绝的第五事 目前我母亲的鹿是新生 他在成魔之后找回了我 所以他后续有鹿 名为新生充满了兴旺 可是我呢 我成魔之后 得到了新生了吗 我没有 汉刀绝是新人 我母亲的路并不适合我 或许我也该走出我自己的路了吧 我心中轻轻叹了口气 这个时候 整个人竟然诡异地安静了下来 然后缓缓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我心中轻轻叹了口气 我心中轻轻叹了口气 我心中轻轻叹了口气